好久没上镜了 三个镜 20万 在这个地方建一个生态农场 吃饭养鱼养殖 生态养殖一体化 有这个打算吗 没有 没有啊 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投资20万 其实我也没有 这不是我的想法 上次我发了一个视频 我说这个鱼卖不出去了 一直在掉价 然后好多网友给了我好多意见 给我们俩兄弟 在这边感谢大家的支持 给了好多意见 这个地方真放不下 就算放得下 你玩有人拿呀 然后我们这边人口少 然后其中有一位网友 他说你们这个地方适合做一些农庄 搞个R30万做农庄 要一些人来这边吃饭 然后卖鸡 钓鱼又做钓场 这个想法是好的 想法是好的 我也想 首先我们这边 你专靠我们的粉丝过来的话 肯定有 不现实 但是不多 这边的人 消费高了又不会来 是吧 还有一个主要的 能够少 我们这边 要我们做钓场 主要是我们这边 比这个县城比较远 如果近一点的话 还好一点 我跟你讲 钓场 不是很大 真正喜欢钓鱼的人 都在野钓 怎么来这里钓鱼啊 野钓 要不能搭水库 真不搭 没挑战性啊 我都能保 我都能保护的人 实在钓鱼 但是这样 你说钓鱼 是吧 搞得其他福利 可能这个可以好 钓不到鱼送鸡 一百块钱一天 一百块钱一天 这东西就以后再慢慢来 慢慢来 一口气 吃不了一个胖子 大家 可以给我们一些意见啊 我们都会看 参考一下 如果好的意见 我们俩兄弟肯定会采了 新的一年了 我们也有新的规划 首先我们要 这道钱了 再慢慢的投资 对 没有钱 投资不了哈 然后这个鱼 一年扩大一点 一年扩大一点 这样的 然后这个鱼刚刚又打了一个电话 来 你说我不想说了 四块多呀 我现在不收鱼啊 不好卖 我不要了 那鱼饭子直接说 我不要鱼了 现在 那鱼饭子直接说 我不收了 现在不好卖 现在不收鱼 完了 啥搞啊 那鱼饭子不收鱼 那有的地方鱼强 你确实好 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不行 每个地方不一样 你说 搞了个大鱼饭子 人家不要啊 鱼太少了 人家一特要拉 一半两万斤 拉住才会来 你说如果四块钱 以后跌到四块钱 你说要我就卖 我真不 真不想卖 出福利啊 一人送一条 送个 五六千粉 可以 但是快递费 你们自理啊 鱼我可以送 快递费自理 以后来我这不见 来我们两兄弟这不见 养到十月份的话 估计有三斤半到四斤 这鱼汤的密度啊又大了 那你就卖了 卖也没人要 反正现在 麻烦我现在都不知道 这些鱼干嘛 你联系另外一个饭子 一两个派一个饭子 让一下五一 反正要亏 要不就亏就亏了 是吧 你这么大老板 这么大机子 现在一忙碍地皮了 我靠 亏点钱怎么了 滚蛋 亏点两万 而且请我喝酒泡脚 你以为这钱是大风刮来的 哈哈哈哈 麻烦啊 这个这个事不聊了 然后回家 今天家里面 五龙 哦 我有好多年都看了 应该不会下雨了 应该不会 应该会 不会 我也都定了 我老爸都说 村里面都定了 这只要这雨不大 就为五龙 回家 元宵举龙灯 以前有 现在后面都少了 这将近一 我们这边过年了 压根就没有任何活动 我老婆那边都好 每个村庄 我们这边都会举办 那个牛羊歌啊 跳舞啊 才艺表演 我们这边什么 我们这边什么都没有 等我回家 这一样还一样 麻烦 人还是挺多的 可是这边不第一 我来不认为 跑动了 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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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